漫步在夢幻無比的花海中 男子將手中的鮮花送給心愛的另一半 相信這可是許多女性朋友嚮往的浪漫場景 迎接情人節的到來 鮮花成了傳情意的熱門選擇 在情人節的話 我不一定會送玫瑰花 會提前去試探女生比較喜歡什麼花 這樣比較能投其所好 說不定女生也不會特別喜歡玫瑰花 我比較喜歡收到玫瑰花 就比較浪漫 感覺就應該要送玫瑰花 2月14就是夕陽情人節 許多男性朋友都會準備花束送給心愛的對方 厚里觀光花室表示 每年這個時候象徵浪漫的玫瑰花供不應求 價格方面也跟著看漲 以目前來說和年前相比漲幅有5塊 如果想要討另一半歡欣 又不想大商荷包 業者建議可以朝評價花種來替代 玫瑰花往年到情人節的時候都會漲價 情人節的話我們可以用香水百合或是一金香來取代玫瑰花 那也有另外一方的表達愛意 百合是百年好合 永逸愛合 所以是很好的取代 受到低溫氣候的影響 今年各類花種產量普遍降低 漲幅也都偏高 除了玫瑰花就連後裏置產的百合 價格方面也都大幅度成長 看來今年情人節消費者勢必得多掏點錢 記者田中文台中常報導 背景 蓬 Especially